高雄市长韩国瑜才刚宣布将在8号要到花莲东大门夜市造势 摊商们都相当的期待韩粉带来的商机 结果凌晨12点多夜市突然窜出了猛烈火势 幸好当时都已经打烊了没有人员受伤 警销人员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顺利将火势扑灭 总燃烧面积上百平32摊烧毁 不少摊商都认为这个时机点敏感 不排除可能是人为纵火 猛烈火势吞噬铁皮建筑 黑烟伴随着火光直串天际 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情况相当危急 就怕恶火蔓延 警察人员不敢大意立即拉雪线灌旧 这里是花莲东大门夜市 凌晨12点多突然烧了起来 一开始是我们的灯 就是好像就是跳电这样子闪一下闪一下 后来我们走出去看就看到火了 那时候大家都收摊了吗 都收摊了都收摊了 剩下我们而已 幸好当时摊犯都已经打烊 没有人因此受伤 但由于摊位兑满毅然物品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员使用电锯破坏铁卷门 要赶紧将里头的瓦斯桶搬出 这个还在那儿去 人走开 就怕引发爆炸 酿成更严重灾情 所有人都绷紧成精 不少摊商接获通知也赶回来查看 原本还期待8号高雄市长韩国瑜 要来这里办造事 有机会发大财 如今却发生火灾 十几点似乎很敏感 整起火情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 顺利扑灭 至少有32摊惨遭烧毁 详细的财务损失还要评估 究竟是电线走火还是人为纵火 也有待几项人员调查厘清 基层基业华联报道